大家好,今天是8月1日 是正股的第一個8月交易日 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是星期五 今天市場比較反覆 上升的板塊縮得很少 總共升的板塊一定是電信服務的升 煤炭仍是升的 跟之前一樣,黃金仍是升的 保險業仍是保持高位 這已經說過了 保險業是對A股後面的市場 因為盈利前景是比較受到支撐 所以保險業就好了 工業個別是由於救援新問題比較好 通訊業方面是中餘洞 中餘洞升得太多,有時不太好 怕人們的錢升了 走路,便會泊入股票 電信業,中餘洞聯通 之前都是屬於下跌的 所以現在跌了那麼多,就升回來 希望他們就認得跌夠 而不是把錢拍在那裏,就避難 梅坦股也是 也是這樣 接著 金銀繼續好的時候 因為中東又有亂局出現 以色列又要暗殺別人的領袖 將會打餐飽了 保險又是 剛才提到的原因 還有工業,工業就是 中車,還有時代電器 這些都是比較好的 今天都會推介這兩隻 好,我們看看其他板塊方面 其他板塊方面,螢庫基金是下跌的 恆星中國企業是下跌的 阿里巴巴微升,騰訊微升 美團微升 中國海洋石油微升 其他很多都是下跌的 京東集團跌得比較多 跌增4%左右 新東方也好說 因為管理層是動動時中 跌得真是淒慘很多 好,接著看看大市 大市真的不太爭氣 升了上去就無以為計 又在這裏等等等等 短期阻力是175.0%左右 支持169.0%左右 即時是保利加通道的中軸和下軸之間 別多說了 要等 其次大家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考慮一考慮呢 第一個當然是考慮中車